看到美方打压华为对美国民众包括业绩和消费者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伤害 微软通用电器等美国企业也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书面意见 就华盛顿封杀中国企业的行为表达了担忧 彭博社这篇文章的标题为 对华为的封杀可能使美国科技业引火上升 报道指出封杀华为只会减缓美国的5G发展速度 对于一些与华为有合作的美国科技企业 特别是制造关键元件的公司来说 无疑是个坏消息 报道称包括微软通用电器在内的美国公司担心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的出口管制措施 实际上可能会阻碍他们在利润丰厚的市场上展开竞争 同时还会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 因为出口管制涉及的技术被视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微软在提交给美国商务部的一份书面文件中警告说 限制措施可能会使美国孤立于国际研究合作之外 通用电器也在提交的报告中表示 定义过于宽泛的出口限制 可能还会波及医疗成像等领域 报道指出 目前因美国政府打压华为 而已经停止给华为供货的美国芯片制造商 可能受伤最重 因为他们断供华为的同时 也将丧失巨大的利益 感谢观看